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介绍位错的基本概念和特征的部分 我们是以简单立方为例 位错的博士使量等于点阵使量 而实际景体中的位错情况更加复杂 因为博士使量可以代表位错的特征 所以实际景体中的位错 可以按照博士使量分为几类 单位位错 Unit Dislocation 博士使量等于单位点阵使量的位错 权位错 Perfect Dislocation 博士使量等于点阵使量的位错 权位错华移后 晶体原子排列是不会改变的 不权位错 Imperfect Dislocation 博士使量不等于点阵使量的位错 不权位错中有一类 称为部分位错 又叫分位错 Partial Dislocation 它是博士使量小于最短点阵使量的位错 不权位错华移后 晶体原子排列规律会发生变化 堆堕层错 Stacking fault 实际晶体结构中 密排面的正常排列顺序 有可能发生错排或破坏 这种现象称为堆堕层错 简称层错 我们以面心立方结构中的层错为例 介绍层错的图像特征 对于面心立方的111面 提堆堕顺序为ABC ABC 当在A层和C层中 插入一个额外的B层时 这时候的堆堕顺序 变成ABC B ABC 因此 这个多出来的B层 就是一个插入型的层错 当在C层和B层中间 把A层抽出 这时候的堆堕顺序 就变成了ABC BC ABC 这处的层错是抽出型层错 形层层错 几乎不产生点阵机变 但是会改变晶体的周期性和正常排序 会使晶体能量增加 增加的能量称为层错能 Stacking fault energy 层错能低 晶体容易产生层错 层错能高 晶体不容易产生层错 不全位错与层错之间 有密切的关系 如果堆堕层错 不是发生在晶体的整个原子面上 而只是在部分区域存在 那么在层错与完整晶体的交界处 就存在不全位错 这时 形成层错的位移始量 即层错始量 就是分位错的博式始量 在这张图中 层错是从晶体的左侧 到M点的位置 形成层错的华一始量 为6分之1 112 相应的分位错博式始量 也是6分之1 112 这种不全位错 称为肖克莱不全位错 抽去一层 111面 也可以形成层错 在这张图中 从晶体的左侧 到这个位错的位置 晶面被抽出 这时的层错始量 为3分之1 111 相应的分位错的博式始量 也是3分之1 111 这种不全位错 称为弗兰克不全位错 当位错相遇时 会发生位错反应 Dislocation Reaction 位错反应 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 几何条件和能量条件 几何条件 指的是反应前后 各个位错的博式始量 之何相等 表达为公式为 Sigma Bi 等于Sigma Bj 其中 Bi为反应前的 各个位错的博式始量 Bj为反应后 各个位错的博式始量 能量条件指的是 反应后位错的总能量 小于反应前位错的总能量 如果用博式始量 模量的平方 表示位错的能量的话 那么公式可以写为 Sigma Bi的模量方 大于Sigma Bj的模量方 例如 一个全位错分解为 两个萧克莱不全位错时 对于几何条件 反应前的全位错的博式始量 等于反应后 两个博式始量的加和 而反应前博式始量 模量的平方 是大于反应后 博式始量的模量平方的 根据未错反应的几何条件 未错反应前后 还有一些有趣的规律 如果有几条未错 在晶体内部相交 交点为节点 则指向节点的各个未错的 博式始量之和 必然等于离开节点的 各个未错的博式始量之和 如果各个未错的方向 都指向节点 或者离开节点 那么他们的博式始量之和 为零 扩展未错 Extended dislocation 一个全位错 分解为两个不全位错 中间加着一个层错的阻态 称为扩展未错 例如在FCC晶体中 一根全位错 其博式始量为 1-1-1-0 它分解为两个不全位错 博式始量分别为 1-1-1-2-1 和1-2-1-1-1-2 中间夹着一个层错 这就是一个扩展未错的状态 这张图是这个扩展未错的 原子图像 按照正常的堆跺顺序 经面为B层 然而中间部分 形成了C层层错 再层错两侧为不全位错 既然扩展未错 涉及未错的分解 那么也需要满足未错反应的几何条件和能量条件 对于图中的未错反应 其几何条件为全未错的博士矢量 等于两个不全未错的博士矢量加和 能量条件也是满足的 全未错的博士矢量磨量平方 大于不全未错博士矢量磨量平方的和 根据未错间作用力和层错的张力 可以计算扩展宽度 Extended with 每个分位错会受到两个力的作用 首先是两个分位错之间的斥力 其公式为F1等于G乘B1B2除以2πD 其中B1和B2就是两个不全未错的博士矢量 D为扩展宽度 同时由于两个不全未错中间加着一个层错 它的能量也就是层错的张力 可以写为γ 这样可以计算出扩展宽度D的表达式 显然层错的张力越低 扩展未错就会越宽 我们可以在原子尺度上理解面心立方材料中扩展未错的形成过程 图A和图C为面心立方晶体中韧形未错的示意图 可以看到韧形权未错有两个多余的半原子面 及相互错开的两个110面 在实际金属中 经常这两个半原子面会向两侧分开 中间留下一层A面对着B面的上下错排区 这个错排区就是层错 两个分开的半原子面相应的博士矢量 小于分开前的权未错 也就是形成了不全未错 一个螺形权未错可以从一个华仪面 转移到另一个华仪面进行华仪 也就是交华仪 当一个未错形成扩展未错时 由于扩展未错伴随着一个层错区 所以它很难直接转移到另一个华仪面上华仪 因此扩展未错要想发生交华仪的话 一定通过一些特殊的机制 即未错的宿集 未错的宿集指的是 当扩展未错的局部区域 在运动过程中受到障碍时 扩展未错在外界切盈力的作用下 其宽度会逐渐减小 甚至重新收缩到原来的权未错 这称为宿集 宿集后的权未错会华仪到另一个华仪面上 然后在新的华仪面上分解为扩展未错 这个扩展未错进而在新的华仪面上继续华仪 通过这个过程 扩展未错也可以进行交华仪 扩展未错收缩为权未错需要消耗能量 扩展未错的宽度越宽 那么收缩的过程中消耗的能量就越多 因此层错能越低的材料 扩展未错越不容易发生交化仪 汤普森记号 汤普森's notation 用汤普森记号可以方便地表示 面心立方结构中所有的未错反应 在这张图中 ABCD是三个面心位置和一个顶角位置构成的汤普森四面体 即汤普森's textual hydro 它的四个面是面心立方结构中 111晶面足的四个面 这张图是汤普森四面体的展开图 称为汤普森三角形或汤普森记号 在汤普森三角形中 尖括号表示矢量方向 111的四个面分别标以小写的ABC和D 四个面的中心分别标以αβγδ 大写ABBCCDDA等一共12个矢量 是全未错的博士矢量 例如AB等于1⅔-110 Aα,Bβ,Cγ,Dδ 以及它们反向一共8个矢量 是富兰克分未错的博士矢量 例如Aα等于1⅔-11-1 其他由英文字母和希腊字母构成的矢量 如Aδ,Cα,Bγ等一共24个矢量 是肖克莱未错的博士矢量 如AΔ等于1⁶-12-1 由希腊字母组合构成的矢量 αΔ,αβ,γΔ等一共12个矢量 是1⁶110形矢量 根据图中的矢量关系 可以很容易写出位错反应的表达式 例如对于一个全位错分解成两个分位错的位错反应 全位错博士矢量为1⁶-110 两个分位错的博士矢量为1⁶-1,2-1和1⁶-2,11 它在汤普森三角形中相当于AB反应形成AΔ加ΔB 面角位错指的是两个香蕉华仪面上的扩展位错 相遇时形成不动位错的阻态 如图中所示 在两个香蕉华仪面上各自有一个全位错 其博士矢量分别为1⁰10-1和1⁰011 它们分别分解形成扩展位错 扩展位错在华仪面上运动 当分位错在交线处相遇时 也会发生位错反应 两个发生反应的分位错的博士矢量分别为 1⁶-1和1⁶-1和1⁶-1-2-1 形成博士矢量为1⁶-110 这个博士矢量位于001面上 华仪面也是001 这个新位错是不动位错 被称为压杆位错 这样这个压杆位错 连同剩余的两个扩展位错 这个阻态就构成了面角位错 侧面好 毫uros 老司 老司 我是